有一个老人自己在家里81岁 是一个人在家里的 所以他都会担心 如果我们社工不打电话来 他自己一个人会在家里 如果我们社工打电话过来 没有接电话 就让我们社工帮他报警 疫情肆虐武汉封城 酒店高校作为隔离点 对重点人群在这儿进行集中隔离观察 其中不乏许多年迈的老人 当时我们是街道 我们当去南湖街道的球员 南湖街道的那个隔离点的老人 他们的那个情绪可能有点 就是有点激动啊 情绪有点不稳定 所以又希望我们来帮助他们 然后行动不变 然后各种各种状况都有 而且心里很着急 也很焦虑 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病怎么样 到底得没得 由于隔离点物资种类有限 看护人员有限 外部支援尤为重要 2月15号起 李敏带着17名社工和9名心理咨询师 通过线上方式 义务服务于武汉三个隔离点 帮助六群以上老人 解决生活困难 但在疫区武汉 线上购买生活物资 并没有想象中简单 买不起 因为婆婆要求很明确 她要一粒牛奶 然后要小面包 然后我就怎么都找不到 这个一粒牛奶 然后只有那种酸奶 我就跟婆婆说 能不能换别的 我婆婆说 她就想要喝纯牛奶 社工杨芳负责的婆婆 因为胃不好 每晚都要喝牛奶 才会舒服一些 我几乎是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都在就帮婆婆做这件事情 婆婆收到这些东西之后 她就第一次主动给我打了微信的视频电话 然后就我就我就 我们是第一次 那是第一次正式的见面 就两其实是两个陌生人 我就看到婆婆躺在医院的那个病床上 然后戴着口罩 然后就是就抹眼泪嘛 就那一瞬间就觉得 自己做的这一点点的事情 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吧 在黎敏的社工团队中 每两个社工会搭配一个心理咨询师 除了生活方面 他们也关注着老人的心理健康 杨芳负责的婆婆在被确诊后 连夜转去紫禁医院 婆婆情绪很不稳定 哭了很久 我在第二天早上十点钟左右 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说他跟我 他跟我说他哭了一早上了 他特别担心他的孙子 然后他担心他的老伴 慢慢安抚了一下 然后觉得这种情况的话 是需要心理咨询师去介入的 我没有跟他直接讲明说是心理援助 因为我跟他讲的是说 我有一个老师 他也很关心你的状况 然后想跟你聊聊天 我们会尽量避免一些心理援助 或者说是就心理这方面的这些字眼吧 然后就担心婆婆会有一些抵触情绪 我再去给婆婆打电话的时候 她就好很多 然后包括这几天状态也都很积极 其实我们干这个事情 在某种程度上 也在帮助我们缓解焦虑 要不然的话 自己也不知道外面情况怎么样 然后又每天看到那么多负面新消息 又不能做什么 那其实感觉很难受的 随着接触增多 婆婆曾经眼里的陌生人 便为嘴边一声亲切的芳芳 通到一半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芳芳啊 然后就很害羞 不好意思说 我这样 我叫你芳芳好不好 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这个点在当时就很打动我 你会感觉到你们之间这种信任关系 明显的增强的 当时那个时候 我家里人我没有跟家里人说嘛 他们又不在身边 说了他们又着急 我就蛮感谢 真的我好感谢 说起来我真的好感动 蛮感谢芳芳呢 这个姑娘蛮贴心 她会流的眼泪跟我们社工说 我们以后要做一个忘年交 以后事情结束以后 你一定要来见我来看我等等 其实有时候真的会让我掉眼泪 2月4号 武汉设有132个集中隔离点 随着疫情发展 隔离点数量不断增多 目前武汉每天仍有数百人确诊 老年人作为特殊人群 不论是在隔离点 还是在家自我隔离 他们的生活状况 需要更多社会机构和个人的关注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